政委傳喚證人跟調的證據 都跟整個國務基藥會的整個致用的性質 跟捷報的性質都有關 所以我們申請傳喚 一騎,今天二審第一次開庭 滿面笑容,還小跑步進去 審判長對那也不錯啊 他今天該要的,什麼見證滿久特別費的 人證啊,什麼宿舍程,蔡薩敏,全部都準啊 他自以為找到一個巧門 我想現在的程序是準備程序 準備程序,被告當然有權力傳對他有利的證據 有利的人證跟物證 調查人有利的物證和傳有利的人證 蘇智誠的部分呢,我是認為說 他是認為說,這個國務費呢 這些報紙的情形啊,還有性質的部分 看看蘇智誠,李登輝時代怎麼用 對,看看蘇智誠口嘴巴裡面 能不能講出對他有利的部分 那另外的蔡朝明呢 他是以前英中文時代的一個副局長 那個時候有國安秘葬 他要證明說,總統呢 因為性質特殊,有很多花費啊 不能用普通的會計程序來處理他 那第三個呢,傳馬英九呢 他有兩種目的 第一個抹黑嘛 就表示說,你也跟我一樣啊 為什麼不追他呢 第二個,假如說沒有辦法抹黑 他是認為說這是一個慣例 所以那個陳水扁呢 他認為找到一個巧門啊 可能有機會 欸美依啊 所以阿扁今天看起來是蠻高興啊 好像找到一個巧門啊 可以在國際要為這塊可以脫身啊 未必見得吧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大概2000年 換黨執政沒多久的時候 有一個機會跟馬 馬永成一起就是喝咖啡 他就講到蘇智誠 就是以前我們知道 全請一時的蘇主任 他說在陳水扁時代 絕對不會還有一個馬主任 結果你看,落得這個下場 那以蘇智誠他跟隨馬 不是,跟隨李登輝那麼久 從省府然後到副總統 然後再到總統 就是說我想他有一定的一個分寸 就是說固然大家知道他在這個 李登輝身邊也是全請一時 那在國務機要費這個使用上 其實在檢方的時候就已經傳訓過他了 檢方就傳訓過他 但那時候沒有事嘛 那你就扯馬英九 馬英九就是台北市長特別費啊 他扯來扯去還是這些嘛 把李登輝 他已經把李登輝啦 那個馬英九扯了好幾次了 我覺得陳水扁今天消跑不進去 也應該給他一點肯定啦 重拾信心嘛 讓他面對司法回歸司法來談 不要去找美國人的軍事政府啊 這總是比較好的啦 欸閒亮今天阿伯在下午的時候 提了一個最新的一個觀點 他說國務機要費 他有些都搬進弄機密外交 欸這個慘了喔 邱毅仁上個禮拜那個案子對不對 就為了是機密外交 所以沒辦法開庭啊 那個整個資料都還送回去 他又搞了這麼一下 這個案子不就開始要拖延了 這個他是一個很聰明的在玩弄啊 他想把過去喔 就是國安秘藏裡面的奉天啊 專案這些拉進來 表示說你看 過去有國安秘藏去執行奉天機密外交 這些預算嘛 是不是 那阿扁在九一年以後啊 他把這些 國安秘藏的錢都繳回國庫去了 所以他的理由是說你看 我沒有以前前任總統李登輝時期的國安秘藏 他當時有幾十億四五十億 我現在都沒有啊 所以我現在必須要用我的國務機要費去處理 這個是騙外行的人 我希望高越的法官不要被他騙了 我要說明兩點澄清 第一點 中華民國本來只有機密外交預算 從過去到現在我們每一年 現在還在編明年的機密外交預算 夠不夠 我認為足夠 這個錢有幾十億 有幾十億 綽綽有餘 那阿扁的國務機要費有多少錢 不超過五千萬一年 請問一下 你有五十六七十億的機密外交預算 你不用 你要去用 只有一年五千萬的 國務機要費去執行機密外交 夠不夠 不對 而且我們所有的預算科目 他執行的項目用途 國務機要費他的用途在哪裡 寫得很清楚 總統進行視察 靠賞禮品 衛銷 沒有什麼機密外交的 他也不是機密預算 不是機密怎麼能執行機密外交 完全是騙人的 我希望也建議 請我們高院的法官一定要查清楚 不要不要騙人 師傅今天還有一個新的發展 阿扁在打龍潭 他也發生 弄了一個新的方式 他講什麼 都是官員衝著阿珍去攀附的 阿扁都不知道 來看他怎麼說 今天在庭上 也有說 前總統夫人 吳時針在家中的這個 作風強勢 是眾人這一支 全台灣都知道 很多達官貴人 都是衝著夫人之名進行攀附的 不是衝著總統之名而來 他強調什麼 陳水扁在龍潭過地案裡面 並不知道吳時針以夫人的名義 去拿了佣金的事情 也不知道阿珍有介入這個龍潭案 切得乾乾淨淨 全部都是阿珍的問題 所以他又是把責任丟給阿珍 所以我覺得阿珍其實蠻可憐的 你看到現在這個地位 你還是要把責任丟給阿珍 那難道不知道說 人家為什麼要去攀附吳時針 主要還不是因為他是總統夫人嗎 如果他沒有總統夫人的這個位置 誰要去攀附他阿 誰要去陪他聊天阿 誰要去煮大餐給他吃阿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我再回應一下 剛剛國務機要費 國務機要費 其實法官不是笨蛋 很容易就可以駁斥 剛剛鄭文龍所講的 國務機要費 你要先解釋 你怎麼有七百多張的假發票 國務機要費 如果你用在機密外交份上的話 那麼為什麼 你們四季婚禮阿 明月的喜酒阿 明月的什麼什麼的 那個什麼那個油飯什麼等等 都是用國務機要費來支應 還有你剩下那個兩百萬的部分 你也是叫陳正惠 然後轉給吳淑貞 那你想想看 他上次我們說二次機密的 那個機密外交的部分 他連他出訪十萬美金 他都先扣留三萬美金下來 自己來用 他怎麼還可能把國務機要費的錢 拿去做機密外交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鄭文龍 你講的根本就是五四三 胡大哥都已經到二審了 你在講說叫他趕快認罪對不對 他今天不只不認罪阿 現在全部責任都推到吳淑貞那邊去 石瑜林律師這些話 不是在說服別人 在說服自己 不然他怎麼辯護下去呢 他在說服自己而已 菲律賓的伊美代 做過馬尼都 馬尼拉都的市長 直轄市長 他的權力為何呢 不是伊美代自己選的 是他先生馬可世 那台灣也一樣嘛 權力的最終來源是誰 是陳水扁 還是吳淑貞 難道石瑜林律師 他在說服自己嗎 我舉個反正就好了 王永慶 陳水扁把王永慶找到總統府來 說希望台塑公司投資高鐵 王永慶說我台塑公司是塑膠業 化工業怎麼可能投資高鐵 他拒絕了 王永慶 前腳走出總統府 中央社發布新聞說 台塑公司不投資高鐵 但是王永慶個人要投資高鐵 嚇得王永慶趕快送一筆正正銜進去才擺平 這跟吳淑貞何干啊 這是我所知道的事 我還是這樣想 當然 石瑜林啊 鄭文龍啊 跟他講浪費時間 對陳水扁的家人我要這樣說 何不改變策略 採取認罪的策略 不然你們是在浪費時間 浪費資源嘛 坦白講 我們在那邊討論 前一陣子談論國民黨改革 我還興致鬆鬆的 談到阿扁我也不想談 那會有時間嘛 對 你讓國民黨改革 帶動印章改革可怕還有希望 繼續談 談這個 不是說不能談 我常說忘掉阿扁 我們要往前走 我也希望整個社會往前走 讓石瑜林這些人 用這種繼續在浪費自己資源 浪費時間策略 去糟蹋自己吧 對 我們就是要往前走 希望簡單化 那今天 停上是什麼 蘇智誠 蔡朝明 昨天馬英九特別會見證 這些都要調 然後他今天又在供什麼 程序問題要處理 那不是又拖延了嗎 石瑜林 沒有 我的看法不太一樣 我覺得整個北岸是很複雜的 市政務政對阿扁是不利的 那整個過程是冗長的 給阿扁的壓力是非常巨大的 我們通常一般人 沒有一個人能夠承受的 所以阿扁的情緒 齊齊符符符 有時候很鮮的 我現在很明顯的 現在是二審的開始 其實我倒是比較 覺得說他能夠從政旗鼓 打起精神 好好打一仗 那他要傳遂 法官都答應了 法官都答應了 我們還講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 基本的司法人權 就是要讓他好好地打 只是不要拖 好好地打 我覺得我們多指指點點 反而不投 來 蔡委員 我們講說困獸有鬥 只要是困獸 他一定要能鬥就鬥 所以我從我的角度當中來講的話 如果他今天有這些 所謂的國務教員來做機密 如果果真所成假如為真 為什麼一審的時候你不提 為什麼你不提 你為什麼 你拋到第二審的時候 你就是故意要擾亂二審 讓他變成要重新調查 重新新證據重新再來嘛 所以這是擾亂司法訴訟的一個策略 法官沒那麼傻嗎 所以就像賢耀所講的 其實法官很簡單 他只要到外交部去調查 機密外交的使用 每年剩下多少錢 就可以知道說 有沒有必要再用到國務基礙費 況且科目是不符合 是不可能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一來一往之間 倒是剛剛那個律師所講的說 吳淑貞的名 不是阿扁的話 如果陳水扁事前知道他要這樣講 或者受孕他這樣講的話 我說阿扁這個人真的不是男朋友 你會在以前的古時代 那個票劇法的時代嗎 他們人做成的 你事實上扯的抗亂支援 都用他母的名字 他母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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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男人的話 你就應該是沒有錯 你想想看 連趙建民都可以利用這樣的角色 用他的岳父的名義在外面 招搖撞騙了 做內線交易了 那難道今天農台那不是因為 他是總統牛啊 是總統的母 才會拿錢給他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是這裡總是有功利正義 我是希望所有的觀眾朋友 我們在看這個二審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還叫撥亂反正 回來比較單純的東西 來看這些整個訴訟的主體 公平進行的司法訴訟 好 今天也有一個有趣的新聞 可是看了觀眾朋友 搞不好你會害討 會搖頭喔 吳淑貞啊不找律師了 可是這個錢啊 後來要找義務的律師 這個錢是我們人民要付的 大概只有兩萬塊 他自己也捨不得花 我們更要問的啊 扁辦到底要花我們活躁多少錢 領銜就是吳醫生吳委員 說扁辦如果一審 阿扁一審有罪 扁辦錢就不應該再給了 我們要追一下 這個案子現在卡在什麼地方 我們慢慢回來